夜晚的洛杉矶街头 警员老布正带着队员执行任务 围剿一处毒箱窝点 只见他们训练有序 迅速冲进屋里 控制住大厅里的毒贩 接着老布带队往里摸索 凡是有掏枪反抗的毒贩 直接开枪射杀 但令老布没想到的是 随着不断的申诉 他们居然在里面 发现了一群被抓来的女孩 这些女孩被毒贩注射毒品进行控制 有的被卖去当奴隶 有的就在当地消化掉 毒贩们的这些狠辣手段 让老布恨得咬牙切齿 以至于在天台追上反抗的小头目后 当场将对方摔下高楼 因为老布知道 要是抓回警局去 用不了多久 他们的老大维克多 就会花钱将其保释出去 还会继续为非作歹 至于维克多的身份 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此人是当地最大的黑帮老大 他的帮派成员 不光制毒贩毒 还从各个酒吧 搜刮无家可归的漂亮的姑娘 进行人口贩卖 可谓是无恶不作 维克多为人小心谨慎 每次进行非法交易 都躲在暗中指挥 从来不抛头露面 以至于老布始终没有找到 维克多的犯罪证据 另一边 我们的男主杰克 是一位退役老兵 多年的战场杀户 使得他退出部队后 患上了战后综合症 脾气变得十分暴躁 发作时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杰克还有两个弟弟 老二名叫大卫 也是一位退伍老兵 现在的他拥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老三詹姆斯是位急救医生 马上也要跟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大漂亮结婚 大漂亮跟杰克等人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奇乐融融 与此同时 得知自己窝点被端的维克多 极其愤怒 随即找来专门负责 搜刮姑娘的手下光头和多斯 警告他俩 最近方圣锦先消停一段时间 同时把所有可能泄露 那个毒贩窝点的人干掉 一个不留 不过很明显 光头和多斯 并没有把维克多的话记在心里 当天晚上他们俩就来到酒吧 继续寻找猎物 正好看到即将结婚的大漂亮 在跟闺蜜蹦迪 原来大漂亮和詹姆斯约定好 各自在婚前最后狂欢一次 前者来到酒吧 后者则跟着大卫 去了某夜场的包房 观看脱衣舞表演 此时的光头和多斯 一眼就看上了年轻亮丽的大漂亮 上前进行搭讪 准备找机会将他带走 结果却遭到强烈反抗 之后大漂亮 奋然离场来到酒吧外 便给詹姆斯打去电话 但那头的詹姆斯 正忙着跟脱衣舞娘缠绵 根本没听到 无奈 大漂亮只好给詹姆斯 发续续音短信 说出的刚才的遭遇 让他忙完赶紧来接自己 没想到 刚发完消息 一辆白色面包车 就停在大漂亮身后 紧跟着从车里下来 几人强行把他拽上的车 而卢走大漂亮的不是别人 正是光头他们 大漂亮频密反抗 试图跳下车 最后却被注射镇静剂 晕得过去 詹姆斯玩完之后 才听到了大漂亮的留言 急忙拨打了回去 发现已经无法接通 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他赶紧将兄弟们召集起来 前去营救 原来 詹姆斯在大漂亮的手机上 安装了定位软件 随后三人来到一处民宅前 杰克先打电话 抱着警 准备等警方来处理 不料 在等待期间 一个带着头套的姑娘 被两个壮汉从屋底 带出来进行转移 众人见状 急忙拿枪下车 控制住壮汉 叫下姑娘 却发现对方并不是大漂亮 之后 杰克直接冲进去寻找 结果一圈下来 里面并没有大漂亮的踪迹 大漂亮 很可能已经被黑帮分子转移了 就要在这时 接到报警的警察 也赶到现场 把这里的罪犯带走 警局里 脑部向兄弟三人 详细说明的 维克多的犯罪组织 同时表示 会竭尽全力帮忙救人 可杰克并不相信警方 他决定自己调查和行动 詹姆斯没有意见 大卫却有些犹豫 毕竟他有家事 如果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遭到黑帮的报复 但最后 在两兄弟的劝说下 还是同意了 接下来 杰克和大卫一起 对詹姆斯进行武器培训 以保证他能熟练使用枪支 不至于在行动过程中拖后腿 在一切准备教训 杰克几人先是找到 大漂亮的闺蜜询问情况 从他这里得到了 光头和多斯的名字 通过几天的调查和跟踪 杰克锁定了两人的日常活动轨迹 接着便回去为行动制定计划 另一边 光头和多斯来到一处 新的制度窝点 查看货物情况 而大漂亮也被囚禁在此 但每天大喊大叫 想要出去 光头和多斯实在听得心烦 打开门 准备给他点教训 不曾想 大漂亮也是伸手了得 一脚踹到多斯的裆部 接着趁段跑出房间 可惜却被赶过来验货的维克多 抓了个正着 看着新抓来的大漂亮 维克多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教训了光头和多斯 为了以敬校友 维克多控制着大漂亮 开枪射上的多斯 并表示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接着又告诉光头 赶紧把手上的货 跟姑娘处理掉 然后出去避避风头 现在警方查得太严 结果还没等警察找上门 三兄弟就率先出手 在一个路口堵住了 回家的光头 迅速解决掉小喽喽 接着把光头带到荒郊野外 在严刑逼供之下 问出了大漂亮的关押地点 与此同时 得知光头被抓的维克多 立马安排手下 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群人找出来 连他们的家人 也统统干掉 一个不留 隔天 杰克带着光头 一起赶赴这间制毒工厂 直接手持突击步枪 喘了继续 位置正在里面工作的毒贩们 疯狂点射 一个不留 请客间 地上就多出了数十具尸体 这真是三人所到之处 失衡遍演 一路来到关押大漂亮的球市 没想到 大漂亮已经撬开窗户逃跑了 三人随即出去寻找 结果大卫刚走出房间 精神赶来支援的敌人射中 杰克赶紧闪出 解决掉敌人 把大卫救回房间 之后他们顺着窗户 爬到外面逃跑 并开始寻找大漂亮 而此时的大漂亮 已经跑到公路上 拦下一辆过路车 谁曾想 刚坐上车 侧面就撞过来一辆汉马车 司机被当场震晕过去 大漂亮 也被汉马车上下来的人带走了 而这群人 正是维克多的手下 随着新的制毒工厂被袭击 维克多以为是警方搞的鬼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便赶紧吩咐手下 把毒品和姑娘们 转移到拉斯维加斯 而老布这边 一接到制毒工厂 被袭击的消息 就准备去抓人 没想到 却被上级拦了下来 但让老布放下这些案件 去抓袭击工厂的人 原来 维克多为了自保 跟警方高层达成协议 主动交代出 别的地区黑帮分子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必须保证他无罪 虽然不情愿 哥老布也只能服从命令 他通过制毒工厂附近的监控 发现出手的正是杰克等人 随即便开始寻找他们 此刻 大卫防止被人发现端倪 拒绝去医院包杀 而是回到自己家进行处理 没想到 刚推开门 就看到令人绝望的一幕 只见他的妻子 被维克多手下 打死在摇椅上 大卫健壮 抱着尸体 气不成声 当天晚上 老布将三人带到警局 表示要拘捕他们 詹姆斯激动的说道 大漂亮已经逃出来了 现在只要找到他 就能证明维克多的犯罪行为 老布回应道 大漂亮肯定还在维克多手上 因为这些人 在每个女孩的身上 都安装的全球定位追踪器 听到这儿 詹姆斯更坐不住了 说什么都要出去救人 其实老布也想将这群人渣 绳之余法 可碍于上级的阻拦 他也没办法 恰巧此时的老布 刚从仙人那里 得知的维克多的转移路线 迄经犹豫 他还是决定放走杰克等人 同时还将所知的情报 说了出来 此时三兄弟来到转移地点埋伏 大卫手持一把狙击枪 在远处看着姑娘们 被黑帮分子装进木箱里 进行转移 眼看汽车就要启动 他迅速开枪射击 随着大卫枪声的响起 杰克和张姆斯也持枪冲出 现场断食枪声大作 杰克的突然袭击 使维克多猝不及防备 打中一下 他的许多手下 也都没反应过来就被击毙 一时间伤亡十分惨重 维克多见事不妙 赶紧趁乱逃离了现场 而三兄弟光忙着救人去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维克多已经逃跑 等送信完现场的黑帮分子 杰克把救出来的其他姑娘 交给了老布 最后几人便带着大漂亮 返回家中休息 没想到 刚坐下不久 就遭到维克多的报复 密密麻麻的子弹 朝着屋里席卷而来 众人赶紧寻找掩体躲避 并掏枪进行反击 而愤恨的大卫群 冲出家门射击 结果被对方射中 奄奄一息 张姆斯在杰克的火力掩护下 将大卫拖了进来 见兄弟受伤 杰克彻底怒的 瞬间进入狂盗模式 从后门杀出 解决掉门口敌人 维克多见状再次驾车逃离现场 杰克返回屋里 得知了大卫的死讯 悲痛欲绝 没过多久 警方接到报警 赶到现场 将两兄弟抓进警局 等老布从杰克那里 得知维克多还活着后 毅然决然的离开警队 拿上手枪 找到准备逃跑的维克多 机枪送他领了盒饭 演篇最后 杰克和张姆斯刑满释放 跟大漂亮 一起拍摄了一张 幸福的全家福 隔下却少了大卫一家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暴力行为》 是一部上映于 2018年的犯罪动作电影 在宣传海报上 可是打正 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名号 但片中却成了 可有可无的角色 除了首尾的两场动作戏外 剩下的便是偶尔露个头 再加上剧情简单 漏洞却不少 最终导致平分过低